我們都是為了專家不得的 才認真、打拼、吃人的頭路 我也知道流血流汗是很艱苦 但是也不用為了賺錢頭吃飽 不能吃人的頭路 所以變成人頭賬戶 為了一段時間 把自己的政樓 就讓人開火、開公司 不然是讓詐騙集團利用 你自己也變成犯罪史前的幫兇 不要做人的頭 才不會變賤頭 金流透明 世界才會給台灣好評 到時候 你會被固定的家庭